这是台铁的一个列车长 有一个妈妈哦 她带着一个小baby去搭泰鲁格号 孩子饿了要吃奶 结果找遍了整台车哦 都没有温水可以泡牛奶 于是她就赶快跟这个列车长来求助 而列车长她叫做康炳纯 好热心哦 她就赶快联络宜兰站的人员 然后大家接力完成了取水任务 让小baby可以喝牛奶 整个过程呢 就被热心的民众给拍下来 大家都说真的是很感激烈啦 列车就快到站 列车长站在车门口准备执行勤务 车门一开列车长冲下车 车上拿着一个奶瓶 而门口就已经站着一位站务人员 迅速将手上保温杯中的开水 倒到列车长手中的奶瓶里 倒热水7秒完成 列车长赶紧拴上盖子 然后摆好奶瓶 看到车厢内的乘客 还趁着短短几秒钟的时间迅速验票 谢谢 开车铃响又冲下车 确认旅客是不是都上车了 没问题之后上车关上车门 填写停车安全记录 然后拿起奶瓶往车厢内冲 帮小宝宝倒热水的画面 被旅客拍下来po网 民众看了觉得太温馨了 这名贴心的列车长就是他 名叫康炳敦 今年31岁 从96年开始在台铁服务 那时候是在松山站过去以后开始做查验跟巡车的一个动作 那这位年轻的妈妈有跟我反映说 他的小孩子需要这个需要泡牛奶 需要我们对于旅客的要求啊 我们会把它认为一个是一个蛮急迫的事情 当列车长六年多因为泰鲁格号是倾斜式列车不提供热开水 遇到旅客要开水泡奶不是第一次 遇到血糖过低的乘客还需要跑腿买吃的 有些旅客他可能有一些血糖比较低的状况 我们会想办法像是去跟车站要买一些巧克力啊或糖果啊 然后让他的血糖保持比较稳定的状况 为了服务旅客康炳敦其实随身都会携带热水瓶电汤池 甚至急救箱口罩都有 贴心的举动真的很感谢 中文新闻 廖威龄 花莲采访报道